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在WTF学院进行EtherJS入门课程的学习 今天进入第20课,解码交易详情 这一课我们会以未决交易,也是Pending Transaction为例 来介绍如何解码交易详情 未决交易,Pending Transaction 是用户发出但还没有被矿工打包上链的交易 它会出现在ManPort,也就是交易内存池中 对ManPort这个概念,同学们还不了解的可以回到第19课 监听ManPort这一课来学习这个概念 同时掌握如何去监听交易内存池 今天我们的内容正是基于上一课的内容 所以同学们需要的可以点击视频上方链接 回到第19课来学习监听交易内存池 下面我们是看到的一条Uniswap的味觉交易 我们通过EtherScan上面的这个查询功能 可以看到交易详情信息 其中在更多细节里面有一个字段 Input Data,就是输入数据 16进制的,不是那么的可读 但我们可以通过点击Decot Input Data 看到它所调用的函数和对应的参数 函数是Exact Input Single 然后有一系列的参数 这就是这笔交易当中输入数据的信息 我们如何解码它呢 可以利用EsusJS为我们提供的Interface类 Interface类为我们提供的解码交易数据的能力 声明Interface类型和声明ABI非常相似 需要定义 函数名称 函数参数类型列表 以及它返回类型这一系列的信息 如果参数是结构体类型 就是Struct 我们需要特殊处理 JavaScript中我们需要将其改为TOPO 远组类型 在我们示例的这个交易中 调用的函数是Exact Input Single 它的参数类型是一个Struct 叫Exact Input Single Params 因此我们在JavaScript中定义这个接口变量的时候 传入的参数需要用TOPO替换 就像我们示例代码所示TOPO中将结构体的每个字转逐一列出 关于我们需要去监听的交易所调用的函数 在这里我以Uniswap的官方文档为例 这里我们就可以去查询Exact Input Single函数的定义 它的定义中参数正好是一个结构体 Exact Input Single Params 我们正式通过这种方式来了解 所监听的函数 它的参数是什么类型 必要的针对这个类型 进行我们接口变量的定义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究竟是如何解码的 代码实现与上一刻非常非常的类似 我们需要一个Web Socket Provider 而不是HTTP 基于HTTP的Json IPC Provider 在这里我们再创建一个接口对象 用于解码交易详情 这个对象的定义呢 在刚才我们的设计代码中也已经看到了 我们要用一个TOPO 我们还需要一个限速的Sortle 也就是限流法 这样确保我们的调用频率 不会超过 Arcme或Infra 为我们提供的API的访问限制 最后就通过Provider的On函数 来启动我们的监听 在这个示例当中 我们监听是Pending状态的交易 回调函数接收到交易的Hashi 通过Hashi我们能够得到交易的详细信息 这是通过ProviderGetTransaction函数 在Transaction的Data字段当中 我们去定位ExactImportSingle函数的函数选择器 或者它的Hashi 这样Hashi如何获得呢 我们可以通过接口变量的GetSignatureHash函数 来查询或者获得 如果交易数据中存在这个选择器或者Hashi 表明这笔交易是我们期望补获的 后续的操作就很简单了 通过接口变量的PathTransaction函数 就能得到解码后的交易详细信息 我们通过控制台日子打印 正好能够看到交易详情的解析 这正是我们去如何补获我们想要解码的交易 以及如何解码 因此这课非常简单 在我们了解如何GentlemenPull 后续操作就不那么复杂了 我们只需要按需求定义好我们的接口变量 定义好接口变量当中 我们期望补获的函数 并用接口变量来解码 就可以完成我们所要操作 在函数的执行中呢 我已经将这一刻的设计代码 拷贝在本地 因为它的补获并不是那么的频繁 可能要等几分钟 甚至十几分钟才能得到一笔 因此我已经把它跑了起来 在这里就可以看到 解码后的这些数据 大约我也是在十几到二十分钟之间 才能得到一笔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 也得了间隔了二十多分钟才有一笔 因此同学们可以跑一跑 看看多久能够接听到 更重要的是从解码后的税中 尝试去获取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数据 好了今天的课程内容比较简短 我们主要是通过学习了解EtherJS 如何为我们提供解码交易详细 的功能 好吧 那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里 下节课也就是最后一课 我们学习量号生成器 好那同学们 我们下节课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